巴西事业杯 德国战车加时时的绝杀 潘巴斯雄鹰 隔策分身电球破门 打破了僵局 全场欢头 而我也没能再支持住我的困意 倒头在早已收起被褥 只扑着一张凉席的床上 昏昏睡去 任由打翻的啤酒 在我的胸膛上肆意地流淌 我本应该在四天前就离开血缘的 但是在其他同学都拿着自己的毕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 欢乐地投向社会 用自己所在大学学来的知识 为社会主义建设阻力地 点转加瓦的时候 我却由于还有一门功课没有通过 而不能顺利地毕业 只得到了一本结业证书 我所有的求情都于事无补 我去求现代的老师通融 他却拿来我那张四十分不到的补考卷子 给我说解错的地方 这几题是课本上的原题 我讲解了好多遍你还是不会做 你这次不通过不是老师狠心 是你自己的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 我这会儿正笑得跟他妈一朵花似的 你跟我说态度有问题 老师告诉我需要在下个学期开始后补考 通过以后才能将我的证书还给我 我恶然 学长当初说过 学校不会为难毕业生 原来这他妈只是个谎言 我愤愤然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用力关上办公室的门 用力的程度 甚至足以用摔来进入 很久以后 我在回忆起甩头走的时候 老师那一声轻轻地叹息声 我和室友 在宿舍里最后一次合影 我倒挂在床上 夸张地冲着镜头比着中指 我们在对方的纪念册上签字 写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晚上喝酒的时候 我强忍着泪水说 没想到和你们一起进来 却没能和你们一起毕业 请市长拍拍我的肩膀 一句话也没有说 珍重啊 我下不得兄弟这么说 我再也没能忍住 当着他们的面 嚎啕大哭起来 我一一将他们送走 在动车站入口 和他们挥手告别 然后恬不知耻地 继续留在宿舍 所管阿姨知道我的事情 通融地让我多住了几天 到了7月15号 阿姨敲敲我宿舍的门 看着满地的泡面桶和汽水罐 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暑假了 要避孝了 你走吧 我走 我能去哪啊 我的心里 倒是早就脱快递回家了 可是我仍不能回去 因为我爸妈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要是他们知道 不知道会受到多大的打击 上个大学 大四的课程都基本结束了 找工作的找工作 考研的考研 我当时不想工作 就回家了 我妈让我去找工作的时候 我还劝她 现在去找工作 那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还不如等毕业证 学位证都到了再说 现在倒好 我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了 我又怎么好意思回去呢 我倒不怕我爸揍我 他揍我越用力越好 兴许这还能让我好受点 至少不那么愧疚 但是我最怕看到的 就是我妈那失望的眼神 和她在厨房里 无声地叹息 那会叫我 生不如死 我在宿舍 认认真真地洗了最后一个澡 好好地把宿舍打扫了一遍 背着装有几件 换洗短袖的书包 离开了 离开之前 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 这间纵容了我四年的大学宿舍 和室友的欢声笑语 吵吵闹闹的情景 仿佛就在眼前 可以眨眼 一切烟消云散 眼前就剩下一座 冷漠的空房间 我把门轻轻带上 把钥匙交给了宿管阿姨 感谢她四年以来的特殊照顾 我离开学校 毫无目的地乱走 心里是一团乱马 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 人烟稀少的地方 天色渐暗 等我注意到的时候 已经天黑了 我挑了一家看起来 有些破旧古老的网吧 准备着凑合一晚上 这家网吧 有多古老 它的门口 居然还贴着一张 魔兽世界的海报 血精灵法师 搓起的火球里面 漂浮着 可口可乐 要爽游自己 这几个大字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网吧的名字 叫做新概念网吧 也许它在初开之时 确实引领了 当地网吧的潮流 但是如今 在看这名字 却是颇具一股嘲讽意味 这家网吧里的鸡子 如同他们的门面一样老旧 在绝大多数网吧 改朝换代 升级成环境优雅的 网咖的大潮流前 这家网吧 保留了它最后的尊严 这实在难能可贵 更可惜的是 价格也很优惠 一个小时两块 包也只要十块钱 这让我大喜过望 除去车费 我身上的钱 可以在这里 再混上个好几天 能晚一天回家 就晚一天 这是我当时 全部的想法 这天晚上 我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撒谎说自己顺道 去上海同学家里 玩两天 她没有怀疑 只是嘱咐我早点回去 就挂断电话睡去了 我选了一个角落 缩在沙发里 这张沙发破洞百出 露出了里面的 黄色海绵垫 鼠标滚轴是坏的 我浏览新闻 有一条新闻标题是 隔策拯救了德国 救了世界杯 我看着标题 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 谁能来拯救一下我呀 我索着身体睡了一晚上 醒来胸口 感觉仿佛被人用力 捶过几圈 异常的酸痛 我起来伸了个懒腰 才缓过了劲 我环顾四周 网吧只剩下三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正在津津有味地 看着猫片 我想起昨天晚上 他好像就在看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小时 他居然依旧神采奕奕 我发自内心地 佩服他的毅力和精力 有一个看起来 岁数比我稍长几岁的女孩 正在打扫网吧 我有一些口渴 又不想起来 就使劲地按动 电脑旁边的 那个红色的吧台按钮 那个女孩撇了我一眼 说你别按了 那玩意没用 而且这网吧 除了网管 就只有我一个人 网管这会儿 正在看片呢 说得她朝那个人 弄了弄嘴 我靠 她是网管 你有什么事 就跟我说吧 我说能给我来碗泡面吗 顺便给我来瓶矿泉水 女孩说自己去前台泡去 没看我正在忙吗 说完就只管自己 埋托扫地 我叹了口气 只好起身走到前台 拿起水喝了一大口 看了看贵面 我朝那个女孩喊 怎么就香马牛肉面 有清淡点的吗 鲜虾鱼板什么的 女孩听了愣了愣 然后扑哧一声笑 我也反应过来 泡面还有什么清淡不清淡 填饱肚子就成了 我开了泡面 添了开水 等泡面开的时候 洗了把脸 感觉清爽多了 我坐在吧台里 呼吱呼吱 吃泡面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 走了进了 他看到坐在吧台里 的我愣了愣 问我是谁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个女孩 倒是先开口了 客人 拿泡面的 男人有些生气 说 你怎么让客人 进吧台了 言下之意 十分明显 我耸了耸肩膀 拿着泡面 就走了出来 老板 这里就两个人 我又签台又清洁 又得给客人 泡泡面 我忙得过来吗 我 女孩也不大高兴 老板说 陈东呢 陈东咋去了 陈东说了 他是网管干技术活 服务员的事情 不归他管 no 女孩朝那个人 弄了弄嘴 就是看猫片的那个 老板这次沉默了 女孩说 老板你也招个人吧 小张走了以后 你就一直不招人了 老板说 妈的 我招得起 我能不招吗 这网吧都不盈利了 我哪有闲钱招人呢 一个月顶多 给一千块钱 谁要干啊 哦 我吸溜了一口泡面 默默地举起了 我的小手 我 啊 老板和女王管 都愣住了 在水里 在火里 我的爱 不变不易 就算是 风到回去 我也追到 十七十几 在风里 在雨滴 你的雨伤 吹翻过去 我绝对 倒不犹豫 为你 披上我的外衣 是你 是你让我看透 生命这东西 是个字 坚持到底 我 如果没有你 我的生活会倒一片浪迹 是你让我奋破 爱情的秘籍 四个字 坚持到底 我 不管有多苦 我会全心全力 爱你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